大家好,美军在25号的时候接收了第一枚战斧Block-5巡航导弹 美国海军于3月25号宣布收到了第一枚经过连续升级的新的Block-5改装的战斧巡航导弹 地点是在阿肯色州,这是美军第一枚Block-5战斧巡航导弹 从19年财年开始到2034年15年的扩展计划 美国海军将之前所有制造的战斧Block-4都将转换为Block-5导弹 现在美军到2034年,从19年到2034年将逐渐淘汰Block-4 升级到Block-5,美军的战斧 现在全部换成第五代 之前的Block-3,更老的一代Block-3将全部推移 解除武装 总体而言,在计划将战斧4导弹升级为战斧5 另外将有可能发布新的一款Block-5导弹 美国海军接收的第一枚Block-5还不是升级的最终版本 那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将在战斧5四型导弹升级到战斧5的过程中进行 导弹机体、天线、电线、维修和部分的更换 那并安装了新的集成式 单核解决方案数据传输设计模块 还安装了无干扰的GPSGR-5接收器 这个战斧Block-5将是非常强的抗干扰能力 将来计划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升级 将战斧4型导弹更深层次的改造成战斧5 就刚才讲的那几年都把它升级改造 改造它的模块代号是RGM-109E 还有UGM-109E 未来的型号这两个型号 这都是巡航导弹的代号 计划将其改装为海上打击战斧的变体MST 配备新的多通道制导系统 可以击中水面目标 那么17年8月的时候 美国海军授予了雷神公司 一项为期两年价值1.19亿美元的合同 以开发MST导弹 就是基于海上打击的 自2012年以来 雷神公司在MST研发上的自由资金 已高达5500万美元 MST的新搜索器的具体参数和信道 类型尚未公开 现在没人知道 这是美军绝对机密 但大概是将它的主要的结合主动和被动雷达 以及热成像的搜寻通道 所以未来即使是没有公布的数据 也会沿着这几个通道进行一下升级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 什么热成像或者主动被动雷达相关的技术 可能都会用在这个Block5上面 所以这个Block5在 在这几个通道 这几个领域应该是世界现在最先进的 而且它还将结合强大的数据处理器 包括新的惯性制导单元 所以它这种制导是多元的 多通道制导 雷神公司将在2020年 财年为海上打击战斧 它这个新的升级体 交付爽批32枚导弹的升级套件 那么25号交的是第一枚导弹 这个对美国海军来说意义重大 打伊拉克的时候 那个战斧升空 就可以看到美军第一枪开始 就是战斧导弹 2021财年是准备列装是50套装 50套装备 那么2022年将再装备80套 估计总费用是4.579亿美元 但是最后全部交付时间没有公布 2022财年第三季度初开始 将进入战备状态 并开始全面交付并更换 预计2022年初将交付升级到MST 第一枚 将真正的实战交付第一枚 完全具备作战能力 2023年 它的导弹也将升级套件 升级套件装备 但是不再需要确定相关的装备实践 因为这个2023年它的这个升级套件呢 在装备现在对战斧5来说意义不大 那么总成本啊 2022年交备交付的这个80件 80套件这个装备 总成本是4.579亿美元 那这个战斧呢 它呢升级以后啊 还有陆地板啊 对海上目标攻击的刚才讲了 还有陆地板 对陆攻击的 对陆攻击呢 将是RGM-109M 还有UGM-109M 那这两个型号呢 都是未来陆地版本啊 陆地版本的代号 那保留了与地面目标交战的主要目的啊 在现代化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呢 这些导弹将配备新的穿透式战斗啊 战斗部联合多效果战斗系统 JMEWS 那么该系统呢 具有增强的高爆炸 高爆炸能力啊 那该系统也将啊 叫预热和穿透式战斗部结合在一起 这个战斗部是非常强的啊 对陆攻击 由于可编程的这个单通 单用途的引信 它这个引信是可编程单用途 还可以提供弹头在空中和地面穿透性的爆炸 多功能的啊 这个战斧是多功能的未来 它的这个战斗部的开发和测试呢 是根据雷尘公司2009年获得的合同进行的 17年12月份的时候 美国海军也发布了相关战斗导弹的修改合同 预计呢 2022年实现带有弹头的相关模块的